不過不存在什麼政治問題 他純粹是來學校交流 他們是有五歲 他們中五是會欺負一陣子的 當然有,大陸一向都有五歲 以前更誇張 以前他們是... 如果你說早幾十年左右 現在應該沒有那麼多 早幾十年說 他們有些... 十二點吃完飯 你找都找不到 睡覺了 因為他要睡覺 要五歲 要睡覺 我記得我以前在大陸讀幼稚園 香港好像也有 以前香港也有睡覺 以前是嗎 現在好像沒有睡覺 我現在也不是讀幼稚園 我以前在大陸讀幼稚園 每天回去唱歌跳舞很開心 然後睡覺 我記得我中五是不想睡覺 但其他人都是睡覺 他也不知道一個多小時 是要你關燈 然後一堆年輕人睡覺 是啊 我以前也試過 我以前也是這樣的 不過我讀幼稚園的時候已經是... 我經常都不睡 是上下午的 我讀幼稚園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睡覺 但如果我去... 因為我有一個全日制的 有些... 全日制就會讓你睡得難覺 如果不是全日制的話 你就知道 下午就放你走 不會有什麼問題 嗯 那... 說的是... 每天的生活就是這樣 香港人的生活就是這麼討厚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 好像經常都覺得他們... 所以在網上發生了一些事情 都可以是很興奮 是啊 所以在網上可以有一些 道德高地的討論空間 都會站上去 立刻 行屍酒肉 平時被人指責得多 自然都有一個... 是啊 還有香港人把口呢 就很講道德的 什麼都說 這樣不適合道德啊 這樣不合理啊 什麼什麼的 但是當到真的 要他自己的行徑做得對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人做到的 真的... 真的這樣的 個個把口都講到 天花龍鳳啊 人而禮之啊 香港人都幾虛 什麼... 德孝... 德孝... 不知什麼品泉啊 那些全部都有的 但是永遠... 永遠都... 真的要自己做的時候 永遠都做不到 人家做不到的時候 就會瘋狂指責的 一定的例子就是 整群人都一起說 啊... 不行啊 啊... 然後那個... 那個出去偷吃又說 啊... 然後那個女明星對他媽媽不好啊 可能那個女明星說了他 啊...這些不孝女啊 然後轉頭自己回到家 就直接又罵自己的老母 大把這些人 有了很多啊 我見不少這些 這些人真的見不少 把口就講到 多麼天花龍鳳 一轉頭回去 自己就做同一樣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壓力大 還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 如果用簡單的四個字來講 就是... 不得知恆合一 是啊 知恆合一 沒錯 就不得知恆合一了 然後... 其實這就算... 我講回大家最貼身的例子 好像只是在講抗爭那些 嗯 他們那些... 正棍說的那些 他們永遠都自己說完之後 自己都做不到的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他們都做不到 知恆合一 整件事情 把口就說什麼 我們要... 建設民主中國 我們要... 結束一個黨專政 但是在中國那裡 他又不是做過什麼的 是啊 但他永遠都不是做什麼的 永遠都是 走出來 然後... 但是... 重點是還有很多市民 是覺得他們這樣是沒問題的 是啊 在香港可以建設到民主中國 是啊 形式啊什麼的 那為什麼我心想... 其實我... 那時候結束一個黨專政啊 這麼激進啊 還不是拿一把槍孫中山 搞革命 不過又不是的 只是坐在香港而已 只是在那裡... 在香港 在那裡籌款 還有在那裡賣T恤 就是真的不見他有什麼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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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 你是由那個政治生態 所以你都看到那些人 是由那個人 又推演回去的政治生態 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 把口就說一套 做就... 做是有另外一套 這個就是香港人這樣... 我覺得其中... 其中一個... 把口說得厲害 對 其中一個很特別的特色 我覺得 都是這樣 你還有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呢 還有... 去到... 去旅行都會拿著一部手機 是啊 這個... 入戲院都要拿一下 拿著手機 尤其是現在 近這幾年 還有香港好像是全球擁有最多手機 還有全球 在... 花費在這個社交網絡的 時間 最多的城市 嗯 好像在說 為什麼那時候Facebook 會跑來香港那裡 設這個... 就是那個... 不是總部 那個... 一個類似... 一個中心的東西 那... 就是分支 一個... 亞洲區的總部 或者你可以當它... 為什麼它不是去新加坡 原來那時候它就說 統計 原來香港這個城市是... 說每個人人均用Facebook的時間 是用得最久的 我每天都用啊 我也是每天都用啊 我用得最久的是啊 一下班就拿來按 其實也不是 上班也是這樣 不要說這個 真的... 然後就是... 又在那邊看 但其實沒有東西看的 有時候看到已經呢... 見底的 對... 都沒有東西的 那我就找一些網站來看 是啊 然後就開始按... 開始按... 對... 好像很多東西看的 但永遠都不會按得完 因為... 因為現在流行Instagram 但我也很少用 我也不喜歡用Instagram 其實很老實說 因為它上面的格式 就永遠都是四方 不能放長 還不能放大 還不能放大 不能放大 還不能放大 還不能放大 哇... 小到好像梁國雄議員一樣 完全沒有辦法看到 有些東西 然後... 所以... 就是香港人很奇怪 什麼都是拿手機出來的 而且很多東西都透過Facebook知道 是啊... 最近有個... 曾主席和梁國雄去旅行 是啊... 新那個... 是什麼時候拍的 我想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拍的 我也是在看Facebook 我只知道是一個新的電視台 如果不是Facebook 我都不知道一個這麼有趣的節目 是啊... 其實是挺有趣的 其實說真的 這些節目 真有趣 雖然我個人來說 就不太喜歡梁國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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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節目是真的挺有趣的 因為... 政治... 政治娛樂化了 有一點點 還有... 現在這些人當紅的 一定是說這些的 其實說真的 不過這個題外話 那... 這個最特別的一件事就是 演唱會 每個人都一定拿到手機出來 不知為什麼他們不是看演唱會的 香港人 所以那些廣告 例如... 那些... 記住... 記住... 錫螢幕啊 不要塗傷旁邊的眼睛啊 那些是不是香港才有這個 應該其他地方都有 其他地方都可能有 但是香港這個情況是特別特別嚴重的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其實有很多外國的歌手啊 外國的樂隊啊 來到香港之後呢 都投訴過一件事 就是說你們香港人呢 是不投入的 是很多人不知道為什麼喜歡拿著手機 只是在那裡透著手機拍 我看過幾次都兩三次演唱會 嗯 每個人都是最近拿著手機這樣 他不是看那個人的 即是他不會用肉眼去看的 他不知為什麼來到現場的了 即是他想記錄低一些東西 他記錄低一些 他想拍低 我知道 但你記錄低一些 記錄低一些東西沒問題啊 但你沒理由整場都是靠著 透過那個螢幕去看著 那你用不著看現場呢 對吧 是啊 那你現場就是感受氣氛 那你現場就是你聽一把聲 你聽一把聲就行 你就在那裡吹個頭 這樣 但他們不是的 他們怎麼站在那裡 看著那個手機 或者看著那個鏡頭 這樣 一直看著 然後呢 他有一些更誇張 不知為什麼 他們是拿著手機 左手的螢幕 那一刻 右手拿著手機 很厲害 拍了兩個幾小時 喂 大哥 你來到你感受一下這個氣氛 你偷看著那個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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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你回家看電視 你偷看這些演唱會 我真的不明白 香港人真的很奇怪 這件事真的特別奇怪 還有什麼事情 都好像你剛剛所說 一定是先拿手機出來 有什麼事情 在街上發生了一些事情 你不會去阻止 你一拍下先 放上網 先放上網 先公審 所以現在近來 不是流行 人們公審 放上網 那個人 因為有時候太過火了 有時候 有時候 你看到這麼多不去阻止 你還在拍 是啊 有很多時候都是看到 就是那段 拍片那個人 就是 他拍 但是那段 不公義的事情 他自己就不會理 他純粹拍了就算 有些更誇張 就是說什麼 明明是自己有問題 都跑去拍片 然後就以為放了上網 說公審 就一定是對的 就有更加多這些案例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真的很搞笑 還有剛剛講開演唱會 還有香港人聽演唱會 我覺得真的不太投入 他們對於這些文化活動 或者一些人民活動 我會說這些人民活動 香港那些人民的節日是很少的 好像日本那些會有很多祭典 但是香港是沒有的 沒有的 就是勁逼他每年尖沙咀 放煙花 逼到人流管制完全不行 進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出來 還有喜歡柴娃娃 臭熱鬧 這個人你講開也是 他是 蘭桂芳是很逼的 我去過一次 是很逼很逼 其實他是只要你每天有什麼活動 你記得現在的傢伙有一次 不是大減價 你說過一次 那次又是全世界 全世界一起衝過去 什麼大減價 什麼買一送一 那些人就會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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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糕 雪糕嘛 買一送一嘛 排整四個小時都要去排 不知道啊 我覺得香港人有排隊癮 還有是排隊癮 很多東西說什麼心法報 什麼iPhone那些 有排通宵留言 那是常態 總之有什麼事 還可以上新聞 你排了多久啊 那些 總之有什麼事 就會一污蜂湧過去 然後新聞都會報導 你排了多久啊 我在這裡排了八個小時啊 然後 嘩這麼厲害啊 我昨天晚上就已經來這裡排隊了 然後就很威風 YES 一定有這些 常常都有 你看新聞常常都有這些 我記得最經典就是那些 動漫節去排通宵 不過那些是真的很 那些是真的很喜歡 那些動漫的人去排隊 我覺得都OK的 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會 整天都有一些 香港人為什麼會 一污蜂湧過去 有什麼事都一污蜂湧過去 那你覺得香港人的童年回憶是怎樣 我覺得是因為 好像你這樣說 一來沒有什麼童年 二來個人真的很悶 我是回到家看卡通 因為 看很多日本的卡通 因為怎樣說呢 因為悶 香港本土的卡通 香港本土其實沒有什麼卡通 很多都是日本的 其實去香港是 深秀 有的蜜兜 蜜兜 你還說了哪幾個 我講人物的話 還有老夫子 咦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還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 我一時間醒不起來 他的名字 又是四格漫畫 好像叫做 阿 阿嬌正傳 不是阿嬌正傳 是阿嬌正傳 沒有聽過 知道什麼叫阿嬌正傳 我只聽過阿信的故事 阿嬌正傳 阿嬌正傳 我不肯定是否在香港 我也不太記得 有很多 還有什麼忌廉小姐 總之有很多 漫畫 如果是禁言的話 我覺得 港產漫畫的話 就是 火鳳療園 其實有很多 我沒有聽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其實你不留意這些 你就未必知道 很老實這樣說 嗯 其實我覺得 你會發覺 香港人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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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一看到 有什麼善為了污蜂 真的沒有什麼娛樂 你數一下 還有一段時間都已經很開心 對 你數一下 他們經常都會說 沒有所謂 又沒有東西做 湊一下熱鬧 但其實你會發覺 為什麼會沒有東西做 為什麼你寧寧四個小時 副完工之後沒有東西做 因為 一來 他平時的生活已經很發味 然後 他已經是覺得 我的生活也很發味 幸好我有貓 對 最多人不是養寵物 最多人不是現在養寵物 就是 豬魚柱 那些東西 好 我們下次繼續再談 這個是無窮無盡的 這個話題 這個話題 我們下次再說娛樂 我們下次再說娛樂 但是我覺得 對 我們今天大概說了 很多香港人有什麼特質 我們下次繼續說下去 好 拜拜 香港人真的沒有禮貌 好像要握手 好 再見 拜拜 我們都是好朋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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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